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你干吗 山俊昊 你个大笨蛋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 有问题就要一起面对 你偷偷躲起来算什么 你不要命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担心你担心得快要疯掉了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我却只能在新闻上得到你的消息 我不希望你跟我一起面对这些 山俊昊 你什么意思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 有多担心你 这是两码事 山俊昊是无所不能的 不会让别人担心 不会让别人同情 根本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见过山俊昊最落魄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你每天穿着破破蓝蓝的衣服 跟我一起送货 一起送外卖 即便如此 你依然很乐观 你在乎我在乎的一切 面对我面对的问题 可是现在呢 你只知道逃避 你口口声声说不要我离开你 可是你现在的举动就是在离开我 对不起千语 这不是我的本意 你曾经跟我说过 在叶千语的心里 住着一个天使 但是叶千语比谁都清楚 在山俊昊的心里 住着一个比王子还要王子 比天使还要天使的童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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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千语 如果你认为刚才那段话 能打动我的话 那你就成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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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回家吧 你曾说过 冠美就是你的剑 好